这个游戏呢是针对于国一国二下学期的一次函数 那其实在讲一次函数之前 我们课本有一些例子是函数的 然后有些函数是可以反过来不是函数 有些函数反过来不是函数 所以我就利用接融这个部分 让玩家就是出函数之后把函数值算出来 那下一家的玩家就接前一家的 出来的那个值那个函数值 然后接上去之后再出一张函数 算出属于的函数值给下一家当开头 这个接下来要怎么去玩呢 好那我们就请48先帮我们按转盘 看有哪一位玩家先开始 好那么按转盘这样一号 OK好所以就我先嘛对不对 然后你要发牌 对按发牌我们就要卡牌 大家看到我底下有四张手牌 我是要先从左边的 我这边我们有设定是先从 X值等于0开始嘛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是X等于0 那接下来我要出一张牌对不对 我们先从简单开始来 Y等于2 所以我要X等于0带进去 然后带进去的话X等于0带进去的话 Y会等于2 所以这边Y的值会是-2 对按轮流键 好接下来我要按这个轮流键 然后轮到我了 那我就是要接续XX的-2嘛对不对 对接到也可以XX的地方 那中间一格就是要打X位数的数字对吧 对 我就在下面就在随便选一张函数就对了 嗯 嗯选一张函数好我要选这张 哇 哇 常数函数 对 然后接下来 好那这样就轮到玉武老师 对 然后我就在这边一样打上-7 然后我再出一张函数 那我就变负一放进去就变成14加4 所以我这边就要打18 第一位正负号 第二个是10位 从-49到正49 不管S字或Y字都一样 会超过吗 会当然如果我们XX字大 你的Y 因为我的Y系数有到正3跟负3 所以就有可能会超过 那超过的话怎么办 超过那张卡牌 就是你这一回合是不能出的 因为它没有在我们的那个定义的范围里面 所以这个游戏是有规定说 我们的函数只能够-49到49 所以如果说比49大 或是比-49 你就要换另一张牌 那如果都没有 就会我们一般请小朋友核对碗 就是答对我们就可以去做加分 这边我旁边座位旁边都有一个加分的 像我刚刚答对我就先加一分了这样 我老师也是 然后我这边OK答对 然后我就按轮流 轮流就会补牌补到一张嘛 好然后第二轮流的时候 现在换38 你的上面是有牌卡 所以你就要在旁边有一个清空做答对 你要先把空 先清空 对 然后把玉如老师的18先填上去 对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出一张 对 哦我会晚了 所以Y等X加3 18加3的话是21 对 好然后你下一个换 那就换我了嘛 那我也要到清空做答区 清空做答区 然后这边要打21 嗯对吧 然后看一下21的9 那我这边是26 对 感觉是有点就是吹牛要爆掉的感觉 对对对 哈哈 打区然后这边一样26 感觉有点好玩了 感觉有点好玩了 那比如说我如果这一张 我如果出这一张是不是就会爆掉 所以我就要换一张 我可以说我出-S 那我这就变-26 这样好棒哦 马上缩小了 对然后然后再按轮流键 这样子 哦好玩哎 我现在知道了 那所以我要陷害OO的话 我就知道怎么做了 对对对 它如果拷好的话就有可能 16嘛 所以我要陷害OO 对 可能就要接近30啊 可是可是你有机会啦 哇可以啦 对差一点就不行了 这样子 你如果这张牌不行 快等于2X加4 对对对 所以现在X4-26 所以Force所有加4的话是-48 对对对 就是是不是这样玩 郁老师是这样玩吗 对对对对 对对 -48 再填上去 没关系正负 嗯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每个我都爆炸了 哈哈哈 我只认为这一个 OKOK 可是这一张讲正整数 Case有 老师那我爆炸了怎么办 并不是正整数 回合你是不能出牌 那不能出牌你就要扣一分 扣分 对你就扣分 这样子可是我就没有Y值 那下一个人怎么办 没有我就是还要继续 因为你已经算是这一回合 变成你扣一分之后就轮我嘛 到-48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就是要接近 你看坏同学 你看坏同学一口气要炸大家 坏同学 你刚才这张牌卡收回去 因为你这张牌卡不符合 对换我你要按轮流键换我 对好 那就一样清空做答区 那我就要出负48对 然后我譬如X加2 负46这样 循环了 循环了 现在我要出这一张 来请玉老师解释一下这一张使用 一样啊大于X的最小整数为Y 那你现在的负46 你就要告诉我 大于负46的最小整数是谁 负45 对对对对对 YES 哦哦 这样子答对了 诶 诶 可以这样子 我个人觉得我的牌好像没有变 对因为你刚才没有出牌 对但是因为我们数字如果变是有机会可以出牌 还是没有老师 我们来看看可不可以让你翻身 我现在这边有一张特殊牌卡 我如果出了接龙反转 那就等于是我们把这个负46变成Y值 所以我现在就必须要把负46打在这里 对然后呢我去出一张牌卡 出特殊牌卡的人还是要玩哦 我们还是要出这张牌卡 然后让它可以有解 譬如说这张对不对 那我们一过去负48 然后除以2就是负的24 对所以负24 下一家那个一号玩家 348你要玩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负24借你的Y值 所以我们如果开始防甩的时候 好来试试看哦 对试试看 所以我现在是负24嘛 对负24 然后现在反转嘛 对反转 负24的话 可以 这张 嗯 所以负24然后加4负20 负20再除以2 正10 除以负2 对 然后我这里就是要打10了嘛 对 对 就要变成10了嘛 对你Y值要变成10 那我看一下10的话 10的话 好我这张好像可以 他22的话那我这边是-6 我终于归0了 好OK 对你归0了 好可怕 好来我们来简单的回馈一下 那我觉得育老师的设计非常的巧妙 第一个就是他那个接龙的感觉 我把我算出来的Y值当做是下一个人的X值 所以我们在求这个函数值的时候 我觉得 我觉得有很大量的计算数值的练习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棒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里面有反转的部分 我觉得反转的部分很好玩的是 他等于是说我给Y求X 是我们蛮常遇到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反转也很好玩 有几张牌卡我觉得很不错的 我现在拉给大家看就是这一张 像这个正整数X有Y个正因数 在这边的话 因为刚好OO这边的话是Y等于2 那Y等于2的话 这边老师可以去带说 你正因数谁 正整数谁 两个正因数 比如说有两个正因数 比如说6的话不止 6的话只有4 6的话不止 对1236 1236 所以像这个的话一定都是直数 所以有可能是2 3 5 7 可是你看嘛 我给一个2 但是会到2357 好几个数字 那这个就不是函数 所以变成是老师可以在这地方做引导 就是让学生有那种函数的感觉 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育老师 给了这么有创意的函数捐 我就感谢OO老師今天 来当做我们试玩的大来宾 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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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